节切的新鲜凤梨 不是在水果摊 也不是冰饮店 是便利商店吃得到 还有金钻时期现榨的百分之百果汁 凤梨果酱都在超商买得到 农粮是为了迎接凤梨盛产期来临 强化内销市场 与超商携手合作 为台湾优质凤梨强力行销 自从中国禁止台湾凤梨进口以后 日本成为最大宗的市场 今年凤梨外销状况恐怕不如2023年 加上过去台湾金钻凤梨 绿绿发生黑心问题 让日本市场大幅降低 对台湾凤梨的喜好 农粮署除了外销挂保证 内销也想尽办法帮助农友 除了与超商合作 还开发了多项商品 我们的栽培技术 我们的品种 是享誉国际的 农民团体就运用了很多多样的加工的技术 让我们在所有的消费者 可以在全年都享受我们凤梨的产品 台湾农业技术享誉国际 但农民除了看天吃饭 同时也会因为人为因素让心血泡汤 政府卯足全力帮进入盛产的凤梨季 打开国内市场 也需要国人一起支持 让这些优质农产品可以永续发展 人间卫视陈欣宇 宋一珍台北采访报道